今天北極滔洞盪到了美洲 美洲變成一個極凍的世界 溫度到達了零下50度 但是呢 這個禮拜開始 溫度回溫了 你會覺得回溫好嗎 回溫還真不好 為什麼 因為回溫之後 變成更恐怖的世界 你剛剛問你一個問題 到底是下雪的時候冷 還是溶雪的時候冷 溶雪的時候冷 沒有錯 因為雪要溶的時候 它要吸收空氣的溫度 所以溶雪比下雪更可怕 溫度更低 沒有錯 像這張照片是什麼 這張照片是當時 美國在最冷的時候 冷到零下57度的時候 這個一個冰封的噴水池 可是你要知道 這個冰封噴水池 天氣一回暖之後 馬上一天之內 變成好像冰都不見了 溶掉了 很棒 噴水池又開始噴水了 開始噴水了 可是你要知道 像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會造成什麼樣可怕的現象 會有可怕的現象 對 我們要看幾個畫面 第一個畫面 是非常非常壯觀的 美國最大瀑布是哪裡 尼迦瓜哥瀑布 對 這瀑布落超50公尺 非常非常壯觀 在冰封的時候 它是整個被冰凍住的 現在退冰了之後 發生了一個什麼 發生就是一邊有水 一邊有冰住 而且伴隨著冰霧 非常非常壯觀 你會發現說 這樣的形象是 好澎湃 很澎湃 很澎湃的形象 所以很多人這時候 去拍這個冰霧奇觀 這個是你再出現的這個奇觀 另外美國有一個密西根湖 這個湖出現什麼 出現了這個 這叫什麼 又叫做冰貢丸 其實它是 等一下 怎麼那麼多 對 等一下 一個一個貢丸湯有沒有 對 這個不是石頭 這個不是石頭 這個其實是當時密西根湖上面 它結冰了之後 退冰它整個血水 再加上整個水 慢慢把冰球往岸邊推 所以就變成冰球了 對 所以這一顆球多大 大概有35公斤 這麼重 旁邊這樣一顆一顆 排在一起 跟它共玩湯有沒有 另外全美國最大的淡水湖泊 蘇碧烈湖 蘇碧烈湖上面出現了 也是出現什麼 像雪球浪 就是一顆一顆的雪球 漂浮在湖面上面 好像好壯觀 好漂亮的奇觀 可是大家知道 這樣子的整個情況 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因為表示它的天氣 是激烈的變化 因為這樣激烈的變化 如果發生在市區 會發生什麼事情 會發生就是市區 因為當時下很多的暴風雪 所以你看這畫面上面 一片片掉下來是什麼 這一片片掉下來 不是有人把它推 好像是把它推下來對不對 這為什麼會這樣子掉 對 這個就是瞬間熔冰之後 屋頂上面 一大塊一大塊的雪塊 其實是冰塊 但是如果這個掉下來 下面有人或有車的話 一定會被砸死或砸傷 你看這照片 你看這畫面 當這麼大的冰塊掉下來 這樣重力加速度 砸在車上的時候 你會發現什麼 車子可能它樹被砸倒了 車子玻璃破就算了 還有整個冰塊打到轎車上面之後 整個屋頂塌下去 它的轎車變敞篷車 你看整個車子 車頂全扁掉了 這整個被掀掉了 等一下面有人的話 豈不是被這些冰柱全部給砸死 對 如果這時候 你剛好在那邊經過的話 這個後果是不堪設想 除了這樣子 整個掉下來的冰塊之外 就是雪災 帶來的非常可怕的後果 可是我們知道 極力窩旋 伴隨著暴風雪 暴風雪還會伴隨著強降風 這個強震風有多麼可怕 北卡羅來拉州 他就發現了這個大野狼的強降風 一吹過去 整個心蓋中的屋子 心肩中的屋子 等一下 那個房子 瞬間 房子就瞬間好像在吹骨牌一樣 整個就吹倒了 那只是一瞬間 為什麼 這風速高達185公里每小時 那豈不是跟龍捲風一樣 是 他就跟龍捲風一樣的 超級強降風 一掃過去 馬上整個屋子就倒下去 另外在二汗二州 也是因為這強降風 掃過去之後 整排一大堆露樹全部被掃倒 掃倒了 連電線桿都被掃倒 或者是樹就把電線桿整個壓斷 就一壓斷造成什麼現象 造成上萬戶的居民 全部斷電 無電可用 家裡沒有電 沒有暖氣 所以他現在還是很冷的天氣 沒暖氣 他們只能夠點蠟燭 非常非常可憐 另外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一間工廠 因為整個掉下來之後 電線走火 電線被砸到就電線走火 造成整個工廠火災 火災之後 消防隊貨爆要趕著過去 去搶救 可是發現一個情況 就是消防隊的消防水 也是因為是結冰 太冷了結冰 所以也沒辦法救 你說這個消防水 我根本噴不出來 火燒起來了 我根本沒有辦法救了 所以整個工廠就被燒光光 燒到最後是一燒金光之後 這個工廠就最後變成一個灰燼 所以現在這個整個 美國的天候異常的關係 現在美國人的生活 應該是用水生火熱來形容 美國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溫度本來是一個極凍世界 現在溫度一上升 災害也都頻傳 但台灣的災害 想想看 ETC快進入那死亡交叉線囉 台北捷運有八條會消失掉 什麼原因呢 休息一下來揭秘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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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